实在的精彩队局 那么首先要带给大家的是 来自这个湖北的象棋大师李雪松 对阵来自四川的象棋大师李爱东的一盘棋 应该说这盘棋呢 两个人的较量呢 主要是一个布局的这个较量 布局理念的这个较量 那么最终呢 肯定是有一方的取得了这个优势 那具体的棋局的我们待会再看 我们先来看一下棋手的简介 李雪松是象棋大师 那么1977年出生 在92年呢 全国少年赛当中获得了第三名 94年就晋升了象棋大师 在99年的全国大师赛冠军当中呢 大师冠军赛当中获得了第三名 那么05年是象甲冠军队的主力成员 李爱东象棋大师是64年出生四川人 1987年呢 就晋升了象棋大师的称号 那1997年在全国象棋个人赛当中获得了第七名 曾经获得过全国团体赛的亚军 这两位棋手呢 大家已经看过了他这简历 李爱东呢 相对来讲呢 年轻一些 李爱东呢 应该说是老将了 早在80年代中期呢 就活跃在齐天上 现在也是四川队的这个教练 那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盘队局的经过 这盘李雪松株红旗先走是以中炮开局的 当中炮 黑方选择的是先轿马 随后呢 红方拘平二以后 这时候黑方没有走这种常见的屏风马 真是 而是还架了一个中炮 这儿呢 就形成了 黑方啊 选择的是 对手炮 中炮对猎炮 随后红方走兵三级 这拱三兵呢 主要是红方的一个战略的 啊 地图 这个也是一个方向性的选择 另外红方呢 最常见的是巨二斤六 巨二斤六 黑方走 跑到兵九 如果要求激烈的用 就是吃了 对 如果想 便于库主局面 平稳就是直接把G对掉 然后红方再跳左马 对 这儿等于红方呢 可以继续掌握这个先手的这个基调 因为刚才张强也说了 如果你想对攻吃足的话 黑方以后反击也是炮九退一 炮九平七 这个类似像平鸿马那样一路的反击 对红方这个右翼产生压力 对 这个棋局呢 也比较尖锐 那红方呢 李月松 选择的是冰三进一 冰三进一 冰三进一的好处呢 就是直接克制黑方这个七路马 对 然后再拉长战线 黑方接下来走马二进三 红方马八进七 这个鱼 平时多舰的这个后部列炮 也就是风居的这个局型呢 会有比较大的这个差别 当然黑方这个时候也可以再走破滑局次 再把这个棋子走回来 这儿就往往容易形成 两头蛇对左滑风居 对 接下来呢黑方可以走鱼平二 黄方区有什么啊 黑方有鱼二进六和鱼二进四 两种不同的这个对抗方法 本局当中呢 黑方就是没有再把这个七冰的走回来 而是选择了这个鱼平二 直接出啊 右鱼的这种选择 那么红方也出鱼 红方也出鱼 黑方接下来走鱼二进五 这个时候黑方如果再走破滑局次呢 应该说就来不及了 就说这个鱼二进五不走是吧 如果再走破滑局次 那红方也会这个 对 这双方我们看双方这个局型完全一样 轮到黑方走 黑方这个足三级基本上也是在必行 那红方呢 可以抢先的压住黑方 其实这是完全对称的一个图形 那么红方还是有先行之力 先把这个码压住 这种双方都有中炮的情况下呢 如果对称 这个先手方呢 比较容易讲过手 像有的试掌旗呢 这个对称局呢 反而说这个 像这个中炮旗这么明显先手 对 双方有炮的旗呢 他的特点呢 就是节奏比较快 嗯 而且呢 这个先手方呢 往往容易取得一些优势 所以黑方这个时候再进化就来不及了 这个时候就没有选择是 黑方这时候就 下了这个 鱼二进五来捉 齐核病 对 黑方鱼二进五呢 也很明确 控制红方这个马路 对 并且准备吃这个兵 嗯 呃 红方呢 对这个兵呢 怎么处理的也很关键 对 比如说红方 这个一个是掌地宝 这个掌呢 就显得有一点死板 嗯 比如说黑方顺手 就平靠对居 这对到这个居呢 黑方应该说呢 这个居比较高哈 以后把这个三足挺起来 应该也可以满意了 所以这个居 红方呢 这个期应该说线数不大 那假如说红方不升 这个军后居下一个 像三进一呢 就拿这个像来看兵呢 这个一般呢 在我们这个很多 就是初级的这个 宣传当中呢 军上出现 这个也比较亏损 因为在局部上呢 是自己的阵型 走松散了 对 那黑方会怎么办 并且黑方还有一个后续 哦 他这会再紧泡 还要吃你这个兵 而且还随时威胁 着打过来的这样子 这个棋作为红方来讲 就马上就实现了 对 那么黑方 红方这个三兵很难保住 就很难下了这个棋聚 时间当中红方走 红方 泡五瓶 一中就轻 那这张棋 其实大家这么一看 也是很有针对性 就是你如果吃了兵 我随时都可以泡五瓶三打局 如果吃兵我打局 我们看 现在就打 那泡五瓶三一打 黑方这个局还要再跑 对 跑这儿或跑这儿 就这两个点 这儿红方会再绝对 对 我们大家看到了 黑方虽然吃了一个兵 但是这个七路马 马上受工 对 而且红方一下子 自己又一子力 就很开扬 应该说这个棋呢 黑方 非常的实测 再说以后 这个飞个下 也是一个先手 对 比如说这个冰淇淋 黑方这个棋 很难调醒了 已经 所以说黑方这个兵呢 好 那我们也 对 也看到了这个泡五瓶一的用途 黑方这个时候再走泡一次 这个也是有分对性的 对 下不有平泡压马的这个先手 其实就是再换言之 如果你这时候吃红方泡五瓶三 打黑方还有个对泡 这也是对泡的好手 不能让黑方把这个兵的吃掉 接下来呢 黑方走了一拨花瓶期 这拨的棋呢 实际上布局上的一个选择 很重要的一个地方 对 黑方这个泡花瓶期以后呢 这棋局就显得有点被动 这个也是黑方这番棋失利的 一个挺抽样的原因 最主要的原因 那黑方这个棋呢 我觉得还是黑方应该先走足三棋 因为这个压马呢 最后导致啊 双马都不活 那先把这个马活通了呢 再说 这二棋局呢 还将沿着的 比较正常的这个轨道去运行 那么红方尽管有这个先手 先手 那么黑方退去 黑方可以从容的一退 如果拱掉呢 黑方就再把这个兵吃掉 黑方再上马或者上这个呢 黑方这个棋呢 也是可以接受 可以应对 那黑方没有走这个足三棋 走花瓶棋 难道说就这么严重吗 嗯 我们来看看后边的招法 就知道这招棋到底后果严不严重了 那拱花瓶棋一走之后呢 红方 没有对这个回头鞠啊 对 这个棋红方要吃了这个鞠啊 嗯 反而黑方没事了 为什么呢 因为你再走平行 走不出来了 那么这个就黑方可以来吃这个兵了 对 所以说你要争不到这个兵器精一先手 被黑方足三棋一顶起来 足三棋一顶起来 你就没意思了 这边下的 啊 红方先拱兵呢 这是非常正确的项目 对 这儿黑方如果再进鞠或退鞠 嗯 那再杀回头鞠 杀回头 对 踩回来 那么我可以顺势腰队 黑方这个如果躲鞠 嗯 红方将来这个鞠啊今天我可以直接去进鞠 对对对 我这边可以走 如果你对到这个鞠 那我们再来看这个 红方的两个兵将永远的置住黑方的这个马 对 这儿呢 残局 黑方呢非常 肯定是黑方难下 因为以后什么 这个炮平息啊 这个这线都有问题 炮平息也行 对 这个棋呢就是黑方这个两个马呀 对 你怎么出来 对 尽管这个炮呢能暂时压住这个马 但是你只能压住一个不能两个全都压住 这棋黑方肯定不能 所以黑方难下 我们再看一下 就是说的如果黑方鞠近一步 嗯 那我们肯定也是要杀这个回头鞠 这儿红方就 也可以顺势对鞠 或者说马齐近六 对 马齐近六显得更积极一点 嗯 确实对局也可以 对局呢 黑方又能压住 我保以后他可以 对 这儿的棋局呢 黑方还有 这个抗衡的机会 这儿黑方还有 有些反弹 因为你这个项家什么 将来这个杜族啊 打底下这个棋 你中炮离开了以后 中路上呢 又少了一层 那作为红方来讲呢 如果你走 鞠近一步 那我可能可以考虑 对 针对 黑方退局是平方退局 如果进鞠呢 就变成马亲六了 嗯 这儿的结果就是 黑方这个部署呢 有点重复 那么红方也会利用这个 就合口满来对 这个黑鞠近行 黑方这个鞠等于这个 鞠二进鞠白走了 嗯 进鞠又进一步 对 白鞠的一个 棋入兵士 那时候红方还是有利 红方先手吧 这边也有先手 对 这边也有先手 是 如果你的鞠再向回退 那红方将来 你可以强送 塑料把这个 以后 只有这个 拖鞠以后呢 将来有这个落落泡 对 这边难下 这边真的很难下 这个棋呢 作为专业棋手来讲的 这个扫演就明白了 嗯 但是作为我们很多爱好者来讲 特别是 学习不久的朋友 可能对这个棋局呢 还不知道怎么反复 也有棋友的时候 我觉得有一个现象 就是下他这种局型的时候啊 这个先手棋友 尤其一些业余棋手 他不敢下这个马棋定六 怕这个拘捕 对 就是总觉得这边 你你牵住我了 不一定什么时候 把我这五根子吃去了 其实这个反击 还是非常强有力的 因为红方啊 这个子力啊 比较协调 并且比较开养 这种进攻的局面呢 这马棋定六是恰到好处 所以我们再来看这个棋局 黑方看到 红方走并积极了 那么 这个局呢 就不肯动了 因为也 刚才我们分析了 如果你先逃局 这边一杀回头 红方战先 所以黑方先杀的这个局 这儿呢 红方如果登回来 那黑方这个局呢 可以再进一步 那等于红方少走了一步棋 跟我们刚才那个 对 你再走马棋定六 那棋局呢 就有很大的这个差距了 这个礼拜里呢 双方是 差了两下 对 差两步棋 对 所以当黑方吃底局的时候 红方就走马七进八 嗯 他吃的是这个局 顺势把这个青马登出来 那么还保留着马三推二的先手 但随后呢 黑方有一个 七八推二 看起来比较厉害的先手 嗯 因为这个安抚着这个拐尸底下 那实战当中呢 红方在这里呢 就处理的非常好 也抓住了黑方呢 并不成熟的这种反击 对对 而且我觉得红方这种处理手段 就是有胆有识 真的是下的挺挺勇敢的 所以说从很大的意义上来讲呢 这盘棋呢 是双方在 布局理念上的一个交流 对 等于呢 这个局黑方 哎 就是黑方的一系列战术 我觉得不成熟 那比较红方的 这个这个战术打击而言 红方就下的更强有力一些 对 就是对局的结果呢 呈现了 好 一片岛的这个形式 你看哈 其实这个吃相也挺大的 大家通常感觉 就是我一打相 一丝鞭炮 这个也是挺有奇的 但是红方 最主要就是黑方呢 应验了这句体验 单居花泡 瞎胡闹 他主要没有后续的这个子力 对 这就看出来这两个马不活的 这个问题 脸东可能对这个棋啊 研究的不太深 可能临场呢 凭感觉而走 但是这么走以后呢 走到这儿 他可能也知道这个棋困难了 但是已经来不及了 没办法了 就下到这儿 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 所以说 现在这个 对这种各种阵型啊 这个赛前啊 就棋手的准备也很重要 比如说提前 你要准备到这儿了 就知道这个棋 黑方不好 但自然而然 在选择变化的时候就要 就要回避一些东西 主动避开了 那黑方走到这儿 也只能去打 对对对 打江的红方就 上帅了 你看这个 这个帅轻易就上二楼了 这个棋也是红方 气象之后 在上帅的 构思的精华所在 我觉得这个也是整个支撑 他这个战术的一个重点 如果不是 那就面目皆非 这棋 这棋 红方就坏了 对 这底方攻势 红方太慢了 你再出菜 将来这个 鞠易江一拔鞠 都是先手 比如说我就拆个炮 以后送个七组 你都很难下 这棋 太难下了 他不可以这样下 就是我们给大家说说 就是这个 这种进攻的点 黑方很多 对 比如说将来 鞠易江 拔下的这些手 还有点江 这个炮 还有向里塞的这些手段 是 就是等等吧 太厉害了 总之呢 红方这个上帅呢 是气象之后 有力的后续 而且有惊无险 因为二楼炮守住了 自己的这个二楼底线 这很关键 嗯 太关键了 这点气 这儿等于黑方呢 这个 在痛快了 得了一个像以后啊 自己的右翼呢 这个难题解决不了 对 所以这个其实也有意味着 红方呢 啊 是真正的后话之人 其实我们看都知道 这个将帅啊 自己都出不了自己的这个九弓 将帅也不杀人 但是你看这一上帅 就把难题交给黑方了 有的时候是说 这个 居怕低头 将怕高 但是这个老帅呢 他反而现在是高了安全 对 所以说这个兵法当中呢 有时要活用活用 嗯 这个棋验呢 是指这些通常的情况 这个普遍现象 并不是啊 绝对的 嗯 这一点的大家要对他有所甄别 那现在呢 黑方也没办法先要炮鸡瓶酒让开吧 他让开 嗯 让开 要不然也是这个在巷口里哈 总是威胁 那红方就开始放手 而黑方的这个右翼开始动手了 一灯 嗯 将来呢 有这个拐尸炮的气 当然现在还不成立 再做一下准备动作 将来就有期 嗯 那黑方也很无奈 嗯 他先拆了一个炮 下炮 嗯 炮五瓶六 红方再炮上去 这就用得上了哈 红方这个棋呢 就是他后续的力量 对 他这边子太多了 黑方这边呢 行不成真正的这个公式 所以那么他是 不像 像其进武 对 可能向三进武呢 他有固执 对啊 像这个马四进九 有一个握手 担心边线上那一脚 向七进武 哦 马七退六 红方呢 走得比较简洁 嗯 除了退马以外 另外还有一招比较好的 我觉得 是不是点击 对点击 反而也很厉害 嗯 这地方有抠马 那可能只能补了 黑方补十四进武呢 十六进武呢 这边是奔补 对 将来这个马的负担更重 对 如果十四进武呢 将来这个马七进九 对 你很厉害 我这脚 你还是得让给我 所以说七八进八呢 也是进攻的 一个手段之一啊 应该是这么说 他走得比较简洁 直接就 那这个时候 黑方呢 黑方 红方其实 这棋也得不到紫 因为这边也吊着这个马 两个炮也发不出去 但是这种棋 就是兵器进一一 你挡不住了 黑方这个棋 可能 无怠的情况下 可能只能走 浸泡 去对子 这儿谋求这个简化 可能还好一点 如果你打掉我 我吃掉你马 你再打 那我有个马七进武 这儿当然说 还是红方呢 对啊 红方子在前嘛 但是呢 就是说 可能也只能考虑 就这儿的手段 他实战走 直发退三 最终呢 他实战直发退三 那么可能就 因为这个棋 我觉得下到这儿的时候 就说你再想回去 手恐怕不太好 手了 因为这边太强了 对 手一手 力量太强了 对 所以他现在来手 可能不是一个特别明智的选择 对 马上都守不住了 对 下兵 因为你这个马不可能不要 你要忍耐 哪里去 退四退一 反正都是死 退一反正对 这个早晚的事 都动不了 退四 还是退四 红方呢 走的也很简单 七个人 是 就知道这马已经困死了 然后我也不着急 这个棋子就主要 黑方对完了以后啊 他不好动 动不了 这个马又出不来 对 这个马 也出不来的 如果你对兵的话 这边底下 也是这个红方框 将来红方既多兵 双炮马兵 还有位置好 对 这起黑方 肯定是红方快 这个就不用看了 我们一看 这个子力靠前 就肯定是他快了 就不用再细看了 对 黑方呢 显得这个时候 已然是没有信心了 他去发进三 又来吊住 那你看 还不如前边像你说的 对 对炮更积极一点 对 还有些 纠缠吧 他马三进四 他这时候有举八腿一 红方成胜 这个马四进六 跳进去了 红方这个子力 就太活跃了 黑方确实没有办法 我算是 守不住 对马六进八这点 守不住 对 他实际上就是 随便走了一招 他走了一招飞向 走其他的招牌也 你走什么 我其实现在都要马六进八 马六进八一跳 走到这儿呢 黑方就主攻准复了 因为这个旗 确实 已经没有反手之力 对 没有什么好守的了 如果推炮的话 红方可以平均 当这个草马定上以后呢 再来攻击 这个防守的二楼炮 黑方这个炮如果再平 那我就先进去就行了 继续卡的 还是叫过草 就守不住 对啊 你这个马跳出来 我也是一僵 然后累一炮 就可以重炮间了 为了解杀 黑方只能气势了 红方这个偷啊 退啊 反正到处都是旗 守不住了 没错 所以说这个旗呢 这个布局上呢 这个红方啊 两头之后之后呢 这个炮我平均气象啊 走得非常精彩 这个大局观非常好 黑方呢 对这个旗呢 中计啊 有一些准备不足 当时虽然吃了一个象 但结果呢 确实难以接受 那么可能中盘的时候 如果黑方下去 这个炮六进五 还稍显蛮强一些 对 所以说呢 这个旗呢 双方在布局上呢 这个优劣呢 这个距离就拉得比较大了 那好 这盘旗呢 就介绍到这里 下面呢 还有我对局呢 再带给你